新竹巨城百货在下午三点左右发生了一起坠楼的意外 有一名二十岁的男性公读生要帮小朋友捡掉落在甲板的小球跟卡片 没有想到甲板太薄了没有办法承重 结果这公读生从四楼摔到了三楼地面 头部着地紧急送医 伤势严重现在已经转送台北 每到假日就涌入许多民众的新竹巨城百货 下午三点左右发生坠楼意外 可能他不知道那隔板很低 就是很薄啦 就蹦了一声我们也是听到 听到怎么吓一跳 对啊然后就大概就看到人就掉到那边 一个人就躺在那边就跪 莫及民众心有余悸 据了解这名年约二十岁的女性公读生 原本是要帮小朋友剪掉在甲板上的球跟游戏网卡片 没想到甲板承受不了重量 他当场摔到楼下头部着地送医 现场我们已经有一些警戒 但是我们后续也会加强 让他更为明显 由于警告字体不清楚 让公读生掉以轻心 而四楼的甲板也破了一个大洞 现场拉起封锁线 这块区域格外冷清 而百货卖场也承诺会加强硬体设备 以及员工的教育训练 这块区域格外承诺 出品就是